全台三级警戒 许多的行业配合防疫政策是没有办法营业 好不容易熬到了违解封的苗头 但是没有想到台北市西门新据点KTV 却是惊传歇业的消息 让网友现在是十分的错愕 位在西门町的新据点KTV 在疫情前的时候 都是学生族以及旅客的K哥爱店 然而三级警戒企就开始停业至今 那7号的时候是传出 业者决定要退租大楼 内部的设备也全数搬走 疑似是租约到齐不再续租 那消息一出也引发网友热议 感叹回忆不在 另一个焦点来看到 没有经过政府立案的 何明德行善团负责人 陈信夫人以及萧信夫婿 涉嫌将6亿9300余万元 善款以个人的名义 来购买保险不动产 存入私人账户 那检掉依洗钱侵占等罪嫌起诉 由于许多民众误以为 何明德行善团与合法登记 募款行善的嘉义行善团 是同一个社团 因此呢嘉义行善团 他们在晚间也发了声明 强调两个社团是完全不同的 大汉地下拿起铲子松吐 手举三柱商 气球事工顺利 这是嘉义知名何明德行善团 右边是接班的女儿 左边是他先生 人前营造行善形象 没想到却私吞将近 7亿善款 邻居当初听闻实在好菜心 何明德当初行善铺路过市后 行善团分成两派 其他成员要申请社团法人 但女儿女婿却坚持不立案 双方意见分歧 原来女儿背后还有目的 实际的每个月至少有两千万捐款 汇票及支票等方式募款 警察发现18年来 七亿多拿来造桥铺路 剩下的六亿九千多万元 都放在资人户头 利用儿子媳妇的名义购买不动产 以及高额保险 侵占善款数亿元 被告 涉嫌违反刑法第336条 第一项的公寓侵占罪嫌 还有洗钱防治法第14条 第一项的洗钱罪嫌 父亲何明德当初行善造桥 女儿却起了贪念 18年好心人捐款了14亿多 却被私吞将近7亿 毁了爸爸名誉 爱行遭滥用 更让捐款人忍不住摇头 记者后果马家瑜 家瑜报道